这一家人正在拍照 321过后男人按下快门键 可相机提示内存疑惯 相机突然闪烁出一张 带着白纱布的无头人 男人并没有在意 将相机内存隔手化 再次重新准备拍照 321过后男人再次按下快门键 可这次男人似乎是穿越一般 来到一个满是白布之外的房间 很是恐怖 男人尝试着走出房间 可屋子的门被锁伤 男人环顾四周 发现这个屋的桌子上也有一个相机 男人走过去拿起相机查看 发现相机竟然储存着 他们刚刚拍摄的合照 男人觉得很奇怪 也很鬼 突然男人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举起相机四处拍摄 随着镜头的移动墙角 竟然站着那个出现在相机里 一个头戴白纱的无头人 无头人正在慢慢地向墙角走去 可突然无头人又从另一个 黑暗的墙角跑到处 男人跑进一道屋子里的关上 门外的无头人还在尝试地破摊 可男人死死地守着门槛 接着当男人抬起头 又被眼前这一幕吓到 地上竟然躺着一具淹死的尸体 还好这只是幻想 可刚刚本该躺有尸体的地方 又多出了一个相机 当男人注意到这台相机时 相机旁边多了个字条 男人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只起相机回到屋内 一顿狂暖 接着出来查看 地上只有一块白纱布 这块白纱布 好似是无头人头上的那块 男人准备检查相机 可发现链接相机的线 似乎被人动了 男人沿着线走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男人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公開